泡火之猛烈 十逢驻阿富汗美军在喀布尔机场遭恐攻三周年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范斯痛批现任副总统贺锦丽当年的失职 顾不得口德因为喀布尔事件造成13名美军死亡 但贺锦丽的哀悼声明中却称赞拜登撤军的决定正确而且勇敢 被保守派主流媒体华尔街日报社论痛批毫无回忆 简直无法升任总统 军警票顾不了贺锦丽强打的女性和非裔选票也没那么稳 根据经济学人和余关最新民调 贺锦丽比川普只多两个百分点仍在误差范围内 看来选战厮杀相当激烈 而且川普还懂得打铁趁热 川普最新一波竞选小物每张售价约三千台币的NFT 非同质化代币数位卡 以美国优先为主题把自己化身美国队长 和各种移花造型简直把自己当超级有效 川普好礼送不完 俨然把选举当个人伸展台 靳新闻林媒介黄品杰报道 大贼靳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sну Lembのでしょう